BA.5集结过去五代变种的特性与一生 导致全球七天内失扣暴增570万例确诊 日本因为BA.5急速蔓延 单日突破11万例 创史上新高 另外在英国一周是暴增了350万例 美国单日确诊人数也恐怕达到百万人 疫情爆发两年多 万头传动的景象又回来了 日本京都奇缘季睽违三年回归 23座装饰豪华的山谋行驶在大马路上 14万名游客前胸贴后背挤爆沿路围观 日本因为BA.5入侵迅速占全国确诊近八成 单日飙迫11万例 创下史上新高 英国疫情也因为BA.5急速恶化 一周新增确诊暴增350万例 确诊率狂飙29% 官员表示若数字持续上升 不排除重新实施封锁 全美过去两周确诊案例上升15% 住院数上升20% 新增确诊中97%都是去年 根本不存在的Omicron新亚变种 尤其是BA.5在美国迅速蔓延 洛杉矶也可能在两周内 宣布恢复室内口罩令 有新鲜的视角 翻新生活吧 天天喝美日C 免疫余生 同时具有Alpha容易入侵身体的特性 且带有Beta Gamma 以及Delta免疫逃脱的狡猾 又融合Omicron 毕业点一到毕业点三的特征 显示病毒为了传播 有可能再进化出传染力更高的病毒 加拿大也出现全球首例 因为长新冠申请安乐死的案例 50岁的女患者 因为两年多来 持续视力衰退 呼吸困难 失去嗅味觉等症状 让她连回到职场的利器都没有 没有收入 活不下去 决定申请合法安乐死 结束自己的生命 记者综合报导 请搜索